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将高超音速武器的沉标的能力再提升 这件事也挺有趣的 来自美国的学术文章发表 里面讲到一个原理是如何让高超音速武器 本身的表面发出一个比太阳表面更高的温度 可以有效再来冷却 刚才我们说到有很多好处 沉标的时候会更轻松 以及令到它更难被人发现 但是听到这些这么外星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 究竟是怎么去做的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就有陈博和我们将原理很清楚地和大家展述一次 所以大家记得 首先就帮《军武器言》 和《霍伸之》两个台免费订阅 还有记得帮我们订阅点赞 好 那我们和陈博士聊天 陈博士你好 Larry你好 大家好 陈博士说起了这件消息 就是来自美国的学术文章 我们一定有经常提到 它里面提及高超音速武器 它在飞行途中大家都清楚 例如说 很多导弹里面见到的弹头 或者我们见到 例如在俄乎战争里面的匕首飞弹 通常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投入去使用的时候 它常常强调自己的速度是可快的 就是说音速5倍滑而上 大家也都很明白 就是在大气里面 你越飞得快 其实你和空气的摩擦 产生的摩擦力和热力 最后化成热能 都是相当之惊人的 其实这件事 怎样会影响到高超音速武器 就是它的效能 它的有效性 以及它被对方去追踪的那个难题 这样的 讲到高超音速武器的限制 我们以前有节目都会提过 但是我这里也要点出一件事先 就是我们为什么这次又要拿这个题目来讲呢 其实就是看到 美国它声称找到一样更加新的技术 声称就令到自己有本事 在那个高超音速武器的范畴里面 是再次抛离中国和俄国的 所以我都被这样的标题吸引了 我尝试了解它背后的那个原理是怎么样的 那的而且确在美国方面提出了一些基本的物理原理呢 就似乎有迹象令到它是有办法可以做到 比起其它国家的高超音速武器呢 第一更加能引伸 第二更加容易它那件武器自己去尋找目标的时候 更加容易去准确地去偵測敌人的目标 好了 这里讲回你刚才问的问题 这个限制在哪里呢 其中一个你都已经讲了的就是 它和那个空气磨擦的讯号会很大 当然就是它都容易地被偵測到 因为它的热的讯号很大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反过来就是它的高超音速武器 它自己尤其是我们讲的现代的武器呢 很多时候你不是再是说 禁定了一个目标 一个入一个坐标下去之后 就自动只去那个坐标的 很多时候你是为了玩精准打击的时候呢 你要入一个坐标入得很仔细 以及甚至乎是一些有移动的目标 甚至乎是有一个自动去现场环境 再认得再追踪的一个这样的能力 于是乎你去 你变成一个蛋头自己本身呢 都要有一定的仪器去观察 去感应下面的那个影像是怎么样的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的高超音速武器 是这么快的外面那么热的时候呢 你自己本身的那个红外线讯号 对于你偵測下面的那些讯号 都会构成一个很大的干扰 所以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就是说 你那个高超音速武器 它已经比起其他的武器更加快的了 所以它周围的那个摩擦生热 和对于那个红外线的那个集讯呢 就一定面对是更加大的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去尋找目标 和自己引申的时候 比起一般的那些这样的 比如说是音速或者甚至乎低过音速的武器 它会是更加难的 那所以呢 你会发觉就是 美国它其中认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说 我要去做高超音速武器 不是一美快的 你看现在就算是现全俄罗斯去做的 都想着我快就行了 我快的话你看到也没用 然后你看到也打不到 因为我够快的这样 但是经过俄乎战争的那个例子 你会发觉就是不是的 你只要是快都未必有好处 因为你那个暴露 就是出来说给人听 就是你的信号有这么强 也都有实证的例子 我们看到在现全的那些这样的防空武器里面 我们都有试过击落到俄罗斯的那些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 所以呢 如果你那件高超音速武器 规避人家的能力 和寻找敌人的目标的能力更加高的话 那我就有理由相信 就是会更加领先到同裁的高超音速武器 嗯 我想我们听到的军迷都很熟悉 就是一些武器 今次的战争也是 如果你说用红外做一个标的去找对方 就是那个武器啊 去打击呢 就是我们说一些防武器有这些情况 另外呢 也都说例如说一些刺针 就是我们说刺针就是专去打直升机啊 打飞机那些呢 其实它都是有一个制冷 它将它那个目标 就是它将它自己的制度那里 要冷却下降 然后呢 就令到它有一个温差 去追踪对方的热能 然后将它打的 这边我要插口问一问你 其实以你们以前一直说的所知 现存的武器 如果它真的想帮自己的武器降温 它是用什么技术去降温的呢 以往啊 就是要看你多大型啊 真的是 如果你是小型的武器 那你自己安装一个 冷却下降的那些 系统就搞定了 如果是 例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刺针那些 那一支枪管而已 那就加一块电去 就是帮它冷却下降 但是你说去到火箭那么大 那真的要用一些 液态淡的那些才能搞定了 其实无论如何呢 这个原理基本上就是 你要带一个小雪櫃上去的 是的 小雪櫃 就是基本上是一个 它叫做你太热 要降温的一个散热装置 基本上都是一种小雪櫃 那小雪櫃里面 有些就用到 看你用到什么来去冷冻了 基本上你就要循环地带一些热走 有些甚至乎用到液态淡 就是你说这种这样的技术呢 比较笨重的冷冻技术 其实在冷战时代已经有了 是的 所以呢 但是你说去到高超音速武器的领域 大家想一想 我需要它飞得这么快 我就不想攜帶多余的质量在它身上 和它产生出来的热是更加厉害的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要将传统那种冷冻技术 无止境地继续承上去 然后等它背着更大的东西出来 变成最后我背着雪櫃 多过像背着导弹去炸人呢 那就是 一做到这样就很不实际的 所以呢 如果接着来的关键就是 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想想 做到一些以前人没有想过的 一些散意技术 令到我们更加人生呢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就是这次美国 它尝试最重点的所在 但是也挺困难的 就是陈博士你说的 因为你如果用一个这么高的速度去做呢 那你说我们平时我们用开的那些呢 你本身就 就是你说火箭上升之前 要用一些固定它 或者你是用一些固体啊 液体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 就算你说去到一些雷达那些那样 那我们经常都说呢 就是你有很多种不同的气冷啊 或者用液体去 如何把它去冷却啊 这些情况呢 但是你一支高显速武器呢 那个温度高到 可能说的是五六千度 就是太阳的表面温度呢 那有什么防态 才可以帮它冷却呢 那这样的 首先我们比较一下火箭啊 那些这样先 火箭的时候呢 其实 你会发觉它都需要一定的冷凍装置的 就是你穿梭机火箭 但是通常那个 无论是推进装置 和冷凍装置呢 你可以半个小时去弃置了它 尤其是说一些比较长程的 那些这样的飞行的东西 尤其是如果你再说到 入太空那些东西呢 那你要恒温那个 本身的火箭仓 需要用到的恒温不是很多的 但是反而外面推进那些东西呢 就需要降温 需要很多 但是最后就整支燃料仓 连起来 就是那些帮你去控制温度 那些都可以脱走去 令到你不会再 带多余的质量上去 但是呢 如果你说去到 就是 现在我们在说这些高超音速武器 那你真的预计了呢 你又要降温的时候呢 你真的你也都没有理由 要是全程地带过这样的雪櫃的 那好了 这里就要讲到你问到的问题了 那有些什么方法 是帮我们可以再 这么高温度的东西的时候 都冷冻到来呢 要先讲一些那些物理的东西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就是我们平时要解热 要消暑加冰 是不是 加冰就无非就是 将那个固态的水 变成液态的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水呢 就会将周围环境的热去拿走了 令到自己由一个状态 变成第二个状态 就是我们叫做一种叫做 face transition 上面 那如果甚至乎再夸张一点 你这东西本身热一点的时候 单单由冰变水 都满足不了我散热要求 我发觉我这东西还是很热 那于是乎那些热继续 就会流向那些液态的水那里 甚至乎那些液态水 要变成了气态的水 煲滚了的水 才能够将我更加多的热去带走 散走了出去 那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就是说 每逢那些东西去溶解 甚至沸腾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叫做拿热的过程 那它在我那里拿热的时候 我就冷了 我就冷却了 那这又要再问多你一点 就是这些可能呢 就是我们比较少听到 如果把气体再煲热一些 会不会变另一样东西了 气体再煲热一些? 是啊 气体再煲热一些 我都不是太知道的 就是我的中学物理 是的 通常中学很少读到的 很少读到的 但是你说有一个状态 我们也听过的 是 是 但是我们说 Ionize那些状态 等于离子化的状态 是的 其实就是了 第二 固体煲热 就是我们一向很多时候 日常经验 固体煲热一些 融了变液 液体煲热一些 融了变液 就是跟着蒸发变气体 气体再煲热一些 会怎样呢? 其实就是你会发觉 里面原本是中性的那些原子 上面的电子就煲掉了 撞掉了 就令到它呢 就变成了一个 我的电子已经飞到 别人的周围都是 别人的电子飞到我周围都是 整堆东西 一样都是这么多个正 那么多个负 但是这些电子 已经完全不是由 个别的原子核去锁住 所以大家都是一个离子 这些电子离开了自己本身的原子核状态 就是离子 离子就是这么来的 那就是这种等离子体状态 就是这么多的热 那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热天的时候 在那个皮肤上 你说塗一些水 或者塗一层的酒精 单单就是那个揮发的作用 已经令到我们觉得凉淡淡淡了 其实这个又是液体变成气体的状态 那就由我身体那里拿到热了 就是基本上就是 它只要能够就是说 它无论自愿好被迫好 它一由一个态 转成一个更加游离 更加 譬如说变成气体 甚至变成等离子体 它无论自愿好要被迫好 它总之变成那几种态 就很有效地在我的身体那里拿走了热量 那这里你说用传统的液态淡 那些其实都有类似的原理 液态淡 它由液态变成气体 跟着走了 那都是带走了热 所以液态淡 它要用很多的能量 才能够把它变成热的气体 所以它一次过就可以帮我散热 散热的很多 但是我们往往就很多时候想漏了一件事 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就是弄到一样东西出来 它甚至乎是 可以再叫做由气体 进一步变成等离子体 你刺激到它这样变的时候 它就令到在我身上拿到的热 就再多一重用它那一重的潜能 来去拿走我的热能 那其实呢 美国在这次这个研究里 它其实就点出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它开始 它不是研究那些东西是怎么散热的 它只不过是在研究中 我怎样用激光去尝试追踪 这些高超音速的目标 或者任何飞行的目标 那因为呢 现在我们用激光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那个指向性很强 就是变成一下子 它射出去拿回我们很清楚 我们对于那个被测量的那个目标物呢 那个的位置是掌握得很好 而且就是激光的讯号够强 那我们相信就是说呢 我们不需要照着它太久呢 我们已经很快捕捉到它那个飞行状态 甚至乎量到它上面的温度是多少 就是你可以想象的 现在我们用普通的雷达 你可能有几个机站 来确定它飞的方向和位置 然后呢 你由信号的强弱和里面的一些信号的特色 来确定它是敌人 还是自己有还是普通的雷达 那现在似乎是用激光来去做 帮手做防空偵測呢 是一个潮流来的 你看中国也在做的 这件事情 甚至乎中国有做到就是说 找到激光帮我们追踪目标 最后就帮我们去击落一些 好比较飞得慢的飞行器 那中国有自己版本的技术 是自主研发去做到来 那当然了 美国这边 他当去研究如何用激光 找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的时候 他其中一个想收集的资讯 就是这件高超音速武器上面的温度是多少 他找到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就是说 你本身是射一支激光上去的 这支激光本身 它都会帮你把那件物件整热了 那这些因素我都考虑了下去了 那我就由 我打中了那件物件 然后我又可能把它加热了一点 那这样 然后我去上面又发开热 它反射下来的讯号 连着我激光的信号一次个测试的时候 我都大约可以很快 然后再回到我想量到它实际的温度 那这件事呢 就是大家在想的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这个就已经不是 不只是军事问题了 就回到最基本的物理问题了 究竟上面又是发生了什么物理事件 令到我激光打上去量它的时候 不是一下子就拿到真正的温度 而是最初是先跌了一跌的呢 实际上跌了多少呢 都没有数据去看出来的 但是他们发现就是 原来这个跌一跌是来自什么呢 就是原来激光自己本身都有能力 把那个被探测目标物的表皮 突然之间令它等利子化了一点 就是你可以说激光自己帮手 逼那个目标物的外皮去揮发了一阵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原理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其实就令到这件事 自己本身冻了一动 OK 那真的是 原本想是一路射下去 一路高温下去的嘛 怎料你还把它高温了 甚至我只是想到 我直接射下去 回来就直接量个温度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了 但是如果再仔细一点看到的时候 就发觉它会是冻了一下的 就是它想到就是原来那个 就是它没有想到那个效应 比他们想象中强 可以让他们看到这件事 那么美国那方面的人 大家就想到了 咦? 就是让我被人偵不偵差的问题 是我自己飞着那件高超音速武器 本身已经给它一种这样的能力 使它是不停地可以是 就是有效地散热 我直接连传统的方法都不用了 我就用了这种 就是转化成为等离子体的形式去散热 就是已经是 我不是说放冰上去 让它变成液体气体走了去 也不是放液态淡 让它由液态变成气态走去 我是可不可以令到它 自己有些可能是由固体的 已经是一下子就变成了等离子体 让它一次过就拿到很多热 那于是乎就是说 那种散热的潜能 一想到连结到 由等离子体变成液体变成气体 再变成等离子体 这麽多的这样的 那种散热的潜能 一次过都发挥出来 那现在美国在想着这种方向 哦 如果这样计算 就是我们刚才逐样去计算 就是你用液体 用气体去散热 用等离子体散热 应该是最有效的 是这样的看法 是啊 其实它其实想过很多 原来美国军方想过很多种 不同的散热方法的 甚至乎想到就是说 可不可以将那些内能 变成为一些机械的震动 可能是一些叫 就是你可以说是一些叫 升子的讯号 就是你如果想的简单些 就是一种可能是 升波的震动 来去帮我将那些热带走了 有些能量是原本你的内能 你的热能来的 它能够转化成为机械震动 走了 哦 于是乎就 这些东西就会客观上少了热 温度就会低了 那它们研究过很多这些机制 但是竟然最后发觉就是 它帮它利用到等离子体的过程 原来是更加有潜质 可以做到更加有效的散热 但是当然大家很有趣了 哇 实际上这些设计是怎样呢 这里我们已经找不到资料了 很明显就是 它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设计蓝图 在这儿去准备去试的了 那它在那些普通新闻的文章 以及公布在那些期刊文章的资料 都是一些很基本的物理学的知识 你怎样将这个物理学的知识 利用到那种由普通的状态 转化成为等离子状态 然后可以令到你这件事的热走 那是基本的物理原理 但实际上你怎样设计到一件事 令到你整件事有效散热呢 这个这样的工程问题 现在它们就收得很迫的 但是它们就直接说到已经是说 它们搞得整件事 就令到它们相比于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 就再有一个独特的优势 那就是呢 所以就暂时呢 我就觉得要留意着消息 看看会不会隔了三多年之后 突然之间它们那些武器 展示到它们最新式的高超音速武器 那会不会有些新的给我们看到呢 这个也很难怪 为什么美国你看到它玩高超音速武器呢 就是它那个装备是比中国和俄罗斯慢 因为可能它真的一路去研究很多新东西 一出呢 那个武器本身就已经没有现在那些缺陷 就是陈博今天说的 就是备手那些都好 只有一个筷子 但是你不隐形呢 始终很容易被人追踪得到 就是之前的情报已经很早看到你很热的飞过来 就是现在有很多天璣海外卫星 其实都很难说有一个特杂的效果 所以你也要留意 美国它自己的防卫能力都很清楚 自己都有能力截到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它就不会一边想着这东西够快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的研发方向 就比较着重那个隐身的过程 嗯 如果这么说呢 陈博士可不可以说 其实它现在连高车音速武器都去到这个范畴呢 那如果它是普通的车音速啊 或者甚至乎鸦音速的东西呢 其实它们那个海外特征减低的能力 已经是一个很强很强的范畴 就是来着可能 就是我们这样想啦 暂时没有呢 就是他们会不会那些战机 来着连海外都捉不到呢 就是连海外的导弹都捉不到啊 哇 这样很难搞的啊 我想有些大家可能我们一直讲 想到的例子的了 你英国那堆Stormshadow 它不是飞机来的嘛 它那些隐身低于 就是普通不是很高速的巡航导弹来的 但是就很着重这个隐身 是飞机来的 是啊 但是实际上它是无人飞机来的 基本上就是一架 是啊 所以就 我觉得武器上 就是如果高车音速武器 一个这么高范畴都有这个突破 当然这个实话没有一撇 我相信都是那个实验室原理来的 那到真的要做到出来的 Prototype 一直试 可能都要三五七年的情况 但是这个突破也是大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和陈伯又说 这个突破不是撞棍 就是虽然发现的是撞棍 但是到你一直做呢 做到这件事是可控制的 一个control variable的时候呢 其实就应用在武器上面就很有价值 嗯 没错 好 那我们就 那这个消息 我们会继续去跟进的 那如果未来的那个 《学术期刊》呢 它还有些新的呢 那陈博都会更新我们 去跟大家跟进这个故事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里 那大家记得免费订阅 包括NHK 《军武器言》 和《科学新知》两个频道 免费订阅和记得给like 多谢大家先 好 那我们下一集 Crossover再和大家再见了 拜拜 拜拜